严城 东陵黄海拥有江苏省最长的海岸线 最大的沿海滩土 最广的海域面积 特殊的地理位置 也让这里成为了丹顶鹤的家园 迷路的故乡被誉为东方的实地之都 说起严城的美食 各式的园子成为了严城人餐桌之上的主角 用肉馅混合着糯米做成的肉园子 在严城本地的方言中也被叫做是肉驼子 在油锅里猛猛地走上一回 就这样酥酥脆脆地来上一个 已经是满口流香非常好吃 在严城人喜爱的各色园子里 要说最出名 也是最能勾起身在各地的严城人 心中最深思念的 正是这道藕粉园子 我们严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原创菜肴叫藕粉园子 它是一道甜菜 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菜肴 在其他的菜系里面 或者其他的城市还真不会做 藕粉园子在严城已有百年的历史 随着时间的变迁 线芯各家常常有着自己的创新 但是最经典也是传承最久的 还是这种五仁和荤素油脂在一起的搭配 有时候会加上一点糖桂花 有时候也会加上一点的金菊尘皮 为这样甜甜的线芯里增加出更多的层次感 这里面有像那个金菊 有那个黑桃能 瓜子能 还有那个要加那个橙皮 沾成的那个木 加进去之后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加一点点苦的味道在里面 藕粉园子的做法关键在于两个字 一个是滚 一个是窜 特别的做法也如同它独特的味道那样 在一代代严惩人的记忆中 应刻着自己的位置 也让以藕粉园子为代表的园子文化 成为了严惩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存在 严惩本身住室有三大鱼 乐园 鱼园 藕粉园 少了这个三大鱼园不叫住室 严惩人喜欢吃园子 也善于动手做园子 老厨师吕世忠退休之后 在老年大学里交起了烹饪课 一冲进来 薄粉园子的制作成为了学员们最欢迎的课程 是制限了 工具水一边活几化 把饭拿进去小区就活大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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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吴明谦看来 无论多好的材料 只有自己操刀片好的长鱼 才是道地的材料 被极致片工切割的软兜在油锅里翻滚着 短短一分钟时间 凝聚着淮阳菜厨师日复一日的辛劳复出 随着大火与食材完美的融合度 肠鱼逐渐散发出焦香乱 色泽也逐渐晶莹光亮起来 一分钟时间 香气扑鼻的软兜肠鱼就制作完成了 今天的吴明谦格外细心 因为他知道 小孙子最爱吃的家乡美食 就是这道软兜肠鱼 期盼已久的孙子终于回到了家 一道家乡的美食将祖孙的距离拉近 相信这道软兜肠鱼的味道 一定会深深地 镌刻在孩子们的记忆中 无可替代 不管是否情愿 孩子们总会长大成人 生活也总在催促他们迈步向前 他们会整装 启程 跋涉 落脚 但是无论他们的脚步怎样匆忙 总有一种味道 就像这软兜肠鱼 以其独有的方式提醒他们 认清明天的去向 不忘昨日的来处 宿秀 我不是既然会有的 好 变成了 恶 古称夏巷 宿玉 更是西楚霸王 巷宇的故乡 北以洛马湖 南陵洪泽湖 金航大运河 穿进而过 乾隆六下江南 五次铸臂于此 赞叹为第一江山春好处 黑土鸡隆隆身中 城市在日新月异的发展 居住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 而始终不变的是城市的美食 城市的味道 让游子们魂牵梦绕 我叫管林立 八岁跟我爸妈离开了苏天 现在我回来了 小时候经常吃的那些东西 还是比较怀念的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吃到那个味道 在宿迁 有口感细腻 酸甜适口的水晶山楂糕 有肉质鲜嫩 营养丰富的四洋标基 而其中最为经典的 就是黄狗猪头肉 黄狗猪头肉 由名阶名师黄德史创 亦有两百多年历史 因黄德辱名大狗 向里时刻都昵称他黄狗 因此得命 我叫方金德 今年54岁了 是黄狗猪头肉第十代传人 我15岁就跟我父亲学做猪头肉 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 想象油的太薄了 厚度就造成一种厚度是吧 黄狗猪头肉 色泽红润 香味浓郁 肥肉酥烂 筋肉鲜香 乾隆皇帝夏江南 曾品尝此肉大为赞赏 又有乾隆老汤 黄狗猪头肉之雅成 首先选取耳后一公分 不肥不瘦的猪头肉处理干净 然后进行调料 配料中有八角 桂皮 茴香 丁香 花椒 葱等原料 用最简单的原材料 通过不同的配比 却能调制出独特的酱料 而这位蜜质酱料中 还有一个独特之处 就是用的酱油 是用当地的黄豆做的 可谓是土生土长 原汁原满 最后将焯完水的猪头肉 与调制的蜜质酱料 一起炖上两个小时 一道美味的黄狗猪头肉 就制作成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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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